大家好,我是阿聚,今天我们来看经典日剧《谢后》,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部日剧,虽然剧情有些老套,但福山雅治和长盘贵子的精彩演绎还是深深吸引着我,尤其是剧中长盘贵子对金钱上的小抠门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而福山雅当年还是第一次当男主角,就靠着剧中这个角色,一举奠定在日剧迷心中的白马王子地位,可想而知观众对他的认可度有多高。 片尾曲《Hurt》也是福山雅演唱的,曾经的我还迷恋过一阵。 咱们先介绍下两位主角,女主叫吉川惠里,是个二十出头,整天做舞蹈梦的小女生,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因此一个人来到东京,一边勤勤恳恳地打工赚钱,一边认认真真地学习舞蹈,她希望将来能够去美国深造,让她的舞蹈梦早日实现。 男主叫中田修二,刚刚从九州老家来到东京,为了就读硕士班的课程,以便能够找个好工作。 修二在樱花树下的电话亭,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这是她第一次和惠里擦身而过。 第二次的相遇,让两人的命运产生的交集。 此刻的惠里为了五日元和老板吵了起来,双方各有各的礼,修二看不下去,把五元硬币递了过去。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结账,已经快排到门口去了。 惠里坚持要把钱还给修二,于是一直跟着他,修二表示不必了,但惠里还是一路的跟随,修二有点生气。 刚要对惠里说些什么,惠里却表示他想多了,因为他也住在这公寓楼里。 而且好巧不巧,修二还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在日语里,五元和有元因相似,看来五元真的是有元啊。 进屋之前还不忘提醒修二,不要在便利店买厕纸,因为在某某药房里量大又便宜,不得不说,这小丫头骗子还真会过日子。 就在修二边吃着冷面,边感叹惠里那过于热情的个性时,由于公寓隔音实在不怎么样,惠里的房间里就传来了清晰且不可描述的声音。 刚开始修二还故作淡定,渐渐的修二放弃了抵抗,认真的投听起来,不过过于的认真,不小心把一旁的侧纸撞了下来,然后就被惠里发现了。 原来惠里在兼职做接线员,还是有颜色的那种。 之后,两人便熟悉了起来,惠里骑着他的自行车载着修二,为他介绍起公寓附近各种办公生活必去的区域。 修二听着他不厌其烦的介绍,想必在这儿生活了许久,最后还不忘拆穿修二,每晚都在偷听他的电话兼职。 修二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出个三十一厅,一分神还把脚摔伤了。 惠里把他带到打工的店里,帮他处理处理伤口,刚处理好,惠里又匆匆忙忙赶着去做另一份兼职。 第二天,趁修二在帮忙修自行车的功夫,惠里透露,自己已经来东京快五年了,之所以这么拼命身兼数职,又每天坚持练武,就是为了有一天存够两百万,然后去纽约追梦。 说完,还不忘大方的向修二展示,已经存有一百五十八万的存折。 这种开朗又容易相信别人的性格,遇到善良的人还好,万一是心怀不轨的,就糟了。 刚刚劝说了惠里,他的男朋友就出现了,不是修二以貌取人,但总感觉他的男朋友不像好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惠里还是每天坚持练武,为了将来的纽约之行,修二常常帮他辅导辅导英语,听说惠里想拍一套写真,有摄影爱好的修二也不吝似他的胶卷,来到练武室帮他拍照。 惠里向修二传授厨艺,但修二抓不住技巧,就像修二无奈惠里的英语发音,修二这货还非常害怕蟑螂,害怕到要惠里这个小姑娘来帮忙救场。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着,时间很快来到了1994年秋天,惠里凭借每天的兼职工作终于存够了两百万,他憧憬着将来在纽约的生活,去银行准备取钱时,却发现找不到存折。 惠里说,修二不愧是读过大学的,后悔没听他财部外露的那些话,现在钱没有了,两百万一毛不剩,全都被他的男朋友驱走了。 惠里的妈妈在他几岁时,就跟别的男人跑了,爸爸后来也在婚,抚养他长大的爷爷奶奶,一直告诉他父母是意外去世的,等到他读高中时,他才发现事情的真相,才明白周遭的邻里亲戚,为什么都对自己不错,但却觉得莫名的沉重。 为此,惠里才想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生活,当年,带他来东京一起学舞的男朋友分手了,但是舞蹈这件事,他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坚持着,就是为了有一天实现梦想,过那自由的生活。 而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是否还有勇气再来一遍,因为失去的已不仅仅是钱,还有那逝去的岁月时光。 修二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苦笑着帮他擦一擦还湿着的头发。 到了1995年的春天,两人第一次擦肩而过的那棵树,再次开满了樱花。 就在惠里感叹他这一辈子不知道还能够再看几次这样的美景时,修二举起了他的相机。 修二确实很喜欢摄影,但他知道以他的能力,仅凭摄影无法在这社会生活下去,他可以鼓励惠里坚持梦想,但他自己却不得不考虑现实。 在这一年多的相处里,惠里从一开始的人生只有舞蹈这件事,到现在可以为了修二舍弃。 惠里真的很感谢修二拯救了当时绝望的自己。 但随后,惠里遇到了修二的父亲,发现他的父母原来已经离异。 这样的话,惠里判断,修二大概率会为了母亲硕士毕业后回到九州发展。 但惠里不知道的是,修二在那晚获知了他对自己的依赖后选择留在东京,并准备了钻戒,等待他打工回来就向他求婚。 可是惠里这晚却迟迟未归,着急的修二出去等他,刚好看到惠里被某个男人送回家。 有些在意的修二打探对方的身份,察觉他在吃醋的惠里故意卖起了关子,只说是好事,非常好的事。 原来是舞房的老师,知道惠里的梦想和遭遇后,为他介绍了一个在纽约舞团的老师。 对方答应,可以带惠里进入纽约的舞蹈圈,还可以为他介绍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惠里终于可以实现他的梦想。 修二第一个反应是怀疑,怎么可能又有这么好的事? 先不论惠里还是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毛病,关键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不与他商量就答应。 或许是惠里的不自信,他认为修二毕业后一定会回到九州,到时就剩他一个人在东京,他也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いけよ 原本是走向幸福的求婚之夜 却成了遗憾和错过的分别 眨眼到了秋天 现在在建筑公司任职的修二 因为出差来到了纽约 即便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 他也感觉许多的人和景都透露着一股熟悉 只因那一抹身影还装在他的心里 惠里这次倒是没有被骗 工作生活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本以为会这么平淡的过上几年 甚至十几年 可无意中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开始惠里选择了逃避 他想让彼此的这段关系就这么过去 但是每走一步 惠里的内心就越发的不安 仿佛什么重要的东西 被一点点从他的心脏抽走一般 惠里终于忍不住 回过头去追寻 他太害怕这一次的错过 就会永远地失去 于是被拦在红绿灯路口的惠里 用力地呼喊着修尔 修尔其实听到了 但他却自认为是像之前一样 太过想念惠里而出现的幻觉 惠里为了追上他几乎丧命 而这仿佛被命运捉弄的一次次错过之后 再次的相遇就是近三年之后 而这一次的相遇 彼此的身边都有了新的伴侣 以至于擦身而过时 互相都不敢相认 修尔现在的未婚妻子 蔡碎子觉得惠里身边的男人很熟悉 但就是想不起是谁 修尔已经快要成家立事 未婚妻蔡碎子 就是同公司的董秘 经过上司介绍 撮合在一起 蔡碎子的母亲 也对修尔这个冉冉生起的建筑业心心很满意 他本人也为了修尔提前辞职 打算婚后全心全意辅助修尔的事业 而晚上独自在家的修尔 回忆着那一段遗憾的过去 于是 在第二天下班之后 修尔就不知不觉地 开车经过 刚到东京时所住的那条街道 商业街还是没什么变化 但某些东西再也回不去 咖啡店的山本老板 依旧那么热情 店里也没什么改变 眨眼三年过去 见证过修尔和惠里点点滴滴的老板 得知修尔的结婚对象不是惠里 略微有一点遗憾 修尔回家之后 未婚妻蔡碎子 终于想起上次遇到的男人是谁了 那是他们公司医务室的清水医生 每周会来公司两次 为公司员工做身体检查 曾经在海外留学过 医术好像很不错 蔡碎子吃着修尔传承于惠里的蛋包饭 让修尔明天抽出时间 陪他去画廊看看 他在某画廊销售的推荐下 看中了一幅画 但因为那一幅画28万的价格 确实有点意外 希望修尔一起判断判断 修尔意外的是 那位销售正是惠里 惠里反应很快 主动寒暄打起招呼来 表现得很惊喜 没想到蔡碎子所说的结婚对象 竟然就是他的老熟人修尔 一起吃饭的时候 惠里很自然地忽略了他和修尔有过一段的事实 谈了许多当年发生的趣事 也没有引起蔡碎子对他们关系的怀疑 蔡碎子也觉得惠里挺有趣 打算邀请他来参加婚礼 但通过今天与惠里的交谈 他又觉得都跟修尔要结婚了 却对修尔还不够了解的感觉 次日晚上 修尔他们收到了惠里的结婚合理 因为过于贵重 修尔提上了这幅话 去找惠里当面谈一谈 除了归还 还想要了解惠里 为什么放弃了舞蹈的梦想 惠里说 因为讨厌了 所以就放弃了 理由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那当年 又为何要为了这个梦想 造成彼此这么大的遗憾 早知道他变成了这样 修尔觉得还不如不见 刚表达了对惠里的失望 清水就出现了 虽然只是互相草草打了个招呼 但清水也能够看出 刚刚那一位 就是惠里心心念念的修尔 这个叫清水的男人 就是当年惠里出车祸后的救命恩人 修尔不知道的是 惠里是放弃了梦想 却是因为不得不放弃 因为那一次的车祸 造成了腰椎的永久性损伤 惠里经过三个月的物理康复治疗 才勉强恢复了行走的能力 而当时在异国他乡的惠里 也多亏有清水的陪伴 才能坚持下去 而这一切 修尔在几天后 借身体检查的时机 向清水打听之后才得知 最让修尔不能接受的是 那一次意外就发生在白老汇附近 他想起 当时在那附近 也确实碰到了一起交通意外 但他万万想不到 那就是惠里 走在那个熟悉的坡道 脑海里想着清水说的话 他说惠里以前常常懊悔 为了去纽约追梦 付出了与修二分手的代价 结果到头来 换来了一副不能跳舞的身体 觉得非常对不起修二的感情 惠里刚刚通过清水的介绍 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 抱着最后的希望 他的腰椎是否还有恢复跳舞能力的可能性 但结果还是被判了死刑 失落的他 想要看看那个老地方的荧花 可惜错过了开花的季节 于是就与同样沉溺于过去的修二相遇了 两人聊了聊 上次之所以不坦白的原因 气氛一时陷入了沉静 是惠里打破了僵局 提议骑自行车逛一逛 曾经生活的街道 惠里还像以前一样 在后座说个不停 经常做特价的商店 卖力吆喝的水果摊胖书 味道没变的甜品 以及那间相遇的便利店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变得只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关系 所以在修二提议 就这么骑车载惠里回去时 惠里让修二停了下来 两人回到那棵树下面 都感叹确实回不去了 至少现在彼此身边的伴侣都还不错 修二感谢当时幸好有清水的出手相助 而惠里与蔡穗子即使刚刚接触 也不难看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 他叮嘱修二 结婚后一定要好好给人家幸福 所以就让那一段过往成为一段记忆 以后就成为彼此的好朋友 面向各自的新生活吧 然而这两个人真的能够做到如此的放下吗 修二还是买下了那一幅画 惠里给打了个骨折 一个基本不赚钱甚至小亏的价格 他们要当彼此的好朋友这件事也是认真的 惠里与蔡穗子也相处得很好 修二在送惠里去往公交车站的路上 打听他与清水什么时候考虑结婚 惠里没有明确的回答 刚想要继续关心公车就到了 两人一脸笑意的道别 直到渐行渐远 惠里的脸色才浮起了一些无奈 那是因为清水已经结了婚的关系 这还是修二后来与清水一起吃员工餐偶然听到的 而此时惠里正陪着蔡穗子试着婚纱 店员看他们关系亲密 还以为他们是亲姐妹关系 惠里没有否认 他和蔡穗子两人转身窃喜 蔡穗子现在有一件非常在意 就是修二与他父亲的关系 但每次与修二谈起他总是刻意避让 于是他向惠里打听是否知情 毕竟婚礼不请父亲这种事谁都会在意 惠里也不甚了解 曾经见过一次 好像是一名画家 而且就住在东京 但因为就在这个圈子工作的关系 惠里答应会帮蔡穗子打听打听 没过多久还真就找到了 他发现圈子里最近很有名气的中田道夫 原来就是修二的父亲 目前就在东京 住址和联系方式都在杂志里 一段无声的沉默后 一贯冷静理智的修二 突然斥责惠里 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就算要管那也是他和蔡穗子之间的事 让惠里有这时间不如多关心自己 惠里刚想追问修二指的是什么事 清水就出现在了这里 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 蔡穗子不断主动寻找着话题 好巧不巧 刚好问到惠里和清水 何时结婚的问题 惠里用其他理由搪塞过去 清水却表示 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问题 修二听不下去 借口公司还有事要忙先行离开 蔡穗子追了出去 为他自作主张 拜托惠里打听父亲的消息而道歉 接着就换来了修二 对他说过的最严厉的语气 后来和清水一起时 惠里反省他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清水很清楚 修二其实不是因为这件事 事实证明清水是对的 因为回家后的修二 为刚刚的过度反应 向蔡穗子道歉 已经抛家弃子快十多年的那个父亲 修二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几天后 惠里找到快下班的修二 除了为上次的事道歉 还谈了谈 他和清水那段过去 当时他出车祸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直到他迷迷糊糊的醒来 他恍恍糊糊察觉到自己 现在孤身在异国 而且还出现了这样的意外 一时心里冒出了一股悲凉 就在他忍不住抽气之时 他感觉到左手被人握住 当时他的第一感觉是修二找到了他 并来到了身边陪伴他 然而彻底清醒之后 证明那不过都是幻想罢了 他很谢谢那段时间有清水的陪伴 但当时他也不知道清水已经有了另一半 所以修二一问 惠里这样过得幸福吗 难道不是把清水当成了替身吗 与此同时 在帮忙收拾修二东西的蔡翠子 发现了那一箱放有修二摄影物件 以及藏有当年照片的箱子 看着那张惠里的照片 蔡翠子直觉他与修二并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 在送惠里回家的路上 无论是修二还是惠里 都在克制着内心的那一份冲动 都竭力按下 那想说又不能说的话 下车前 惠里问修二 他之所以会为他的事情生气 想必是因为 把他当做好朋友的关系吧 修二的回答有些犹豫 但也表示 确实是这样的意思 看着走在斑马线上的惠里 被遗憾的情绪灌满的修二 想要趴在方向盘上休息一下 但却不慎的 修二向未婚妻承认 他与惠里 确实曾经有过一段 但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眼前人 其他的都是过去 而惠里也恳求清水 千万不要把他抛弃 因为惠里 现在就只剩下他而已 但黎修二与蔡岁子的婚礼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修二所在的大型建筑企业 突然宣布破产 巨人的倒下 影响了旗下一千多名员工的就业 更波及了下游 众多小公司的生计 惠里有些担心修二 蔡岁子也挺忧心 修二电话里让大家放心 再单单处理善后事宜 已经是让他白爪挠心 结婚之前发生这样的意外 让女方父母担心女儿的将来 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对蔡岁子带着父母的疑虑 来确认他工作的事情 也表示理解 但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 而不是现在就让他给出 能够再找到工作的确定答案 说白了 就是都在担心他的前程 又有谁关心过他现在承受的压力 蔡岁子仿佛也意识到什么不对 但从小都听父母安排的他 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一时之间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修二只能表态婚约不会取消 婚礼也照常进行 其他的希望蔡岁子以及他的家人 能够先让他静一静再做决定 而此时的惠里也过得并不平静 他和清水的事 清水的妻子其实已经早有察觉 他找到了惠里意图很明显 他与清水上学就认识 现在已经育有一女 希望惠里能主动退出 惠里好像早有预料会有这一天 他也做到了 对清水刻意躲避着 蔡岁子的父亲突然找到修二 主动提出解除婚约 修二被这种如落井下石的事情 弄得彻底破防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想到惠里 或许此刻只有惠里会关注他的心情 而不是什么工作前程 惠里鼓励他 无论如何都要振作 只是他总有一种感觉 自己正在把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推走一样 但即便这样 惠里也强忍着不舍 目送着已经恢复元气的修二 回到他现在 最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但修二回过头 对他说的话 让他彻底破了大房 エリー 誕生日 おめでとう おめでとう シュウちゃん 两人共度了一夜 而今天是惠里的生日 修二决定什么都不管 放下所有 与惠里去海边 先好好地玩一玩再说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在回去的路上 就是回到现实的路上 分别之后 大家都要把这件事遗忘 可蔡穗子早有预感 早早在惠里家门口等待 想要麻烦在这里住一晚 只因他不能同意父母取消婚约的决定 他离家出走了 蔡穗子向惠里表明了 他这辈子非修二不嫁的决心 第二天 在蔡穗子去了修二家里后 清水再次约见 问题总要解决 惠里只能赴约 清水已经知道 他妻子找过惠里 他表示 已经跟妻子分居 离婚手续也正在办理 这对于惠里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后来 与修二见面时 修二也有与蔡穗子 解除婚约的意思 这种因为他一个人决定了几家人命运的事 惠里无论如何都承受不起 于是清水发现 惠里失踪了 工作辞了 租住的公寓也清空了 公司倒闭 惠里又不知去向 这种情况下 修二坦白 无法确定与蔡穗子的将来 但即便如此 蔡穗子也愿意等他 只要想清楚 就给他打电话 建筑业不景气 所有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打算增加人员 所以修二最后 还是在清水的介绍下 进了一家 做环保材料的小公司 虽然公司小 但盛在有前景 修二也将此事 分享给了重新工作的蔡穗子 蔡穗子很高兴 他希望修二以后 无论好与坏的事情 都可以找他倾诉 带着这样的憧憬送走修二 他也看到了 在卖便当的惠里 说实话 蔡穗子本不想告知修二这件事 但如果他都做不到 坦白的分享 修二也没有理由 于是 他把惠里的下落告诉了修二 事实证明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修二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找惠里 而是转告了清水这个消息 还让清水告知惠里 他与蔡穗子马上结婚入籍 但是 因为现在经济情况 不比以前 婚礼就不打算进行 惠里很清楚 修二只是不想让他为难 于是 他把修二带到一个小宴会厅 告诉修二 即便再小的场面 女人也希望有一个仪式 他现在做餐饮生意 吃的东西 他会全力支持 被说服的修二 小范围的举办了一场婚礼 看着台上发表感言的新郎 惠里是真心为了修二的幸福而高兴 然而之后 惠里的工作可以说是拼了命 据惠里的员工吉本说 他每天最多睡两个小时 只要有生意 多远的地方都去 导致 现在说着话都能差点睡过去 然而人不是机器 在离开咖啡店不久后 惠里就倒下了 本想要通知清水 可是刚好有急诊 不久后感到的清水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惠里之所以避开与拒绝他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清水的女儿 也像自己的童年一样 父母都分开了各自生活 于是清水决定不再勉强 他接受了洛杉矶一家医院的邀请 决定去那边重新开始 他没有告诉惠里 拜托修二有空照顾照顾惠里 就打算独自出发 另一边 惠里还没完全恢复 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让修二好一顿找 因为他已经帮惠里买了机票 打算劝他跟着清水一起出发 他相信清水对他是认真的 只有惠里过得幸福了 他才能放心 终于送完便当回来的惠里 听着修二告诉他 清水一定能给予他幸福的话 选择了相信 约定彼此都要过得很幸福 修二更是表态 无论将来过了多少年 他都做不到 不关心惠里 带着这样的祝福 惠里奔向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听到修二好消息的清水 本来已经等待上机 却也迫不及待地跑出去迎接惠里 就在两人双向奔赴的时候 两人擦肩而过 回过头 发现惠里的清水 急于追上他 却因为就一个小男孩滚落了楼梯 在回去路上的修二有不舍 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过得开心 眨眼 又两年过去 修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 经营着一家在环保材料方面 颇有名气的公司 今天他与助手乘坐出租车 去找客户商谈合作事宜 却发现司机竟然就是惠里 直到下车两人都没有相认 惠里不应该在洛杉矶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修二忙完之后 让助手先行回公司 他则通过出租车公司 找到了惠里的住址 惠里说 与清水已经分手 至于什么理由 过去的事他不想再提 他曾经与修二有过约定 一定要过得幸福 但现在这幅模样 真的没脸相见 当年他去了洛杉矶之后 才收到清水出意外的消息 可他毕竟在法律上 与清水没有关系 加之看到清水的女儿后 他更加没有了坚持的勇气 这件事导致他那一段时间 无心工作 原本的餐车生意 就靠帮工的基本顶着 但某一次疲劳驾驶出了意外 身为负责人的惠里 因此背下了三百多万的巨债 失去了原来的生意 才会有现在的惠里做起了出租车生意 而这一切只有等到几本拜托修二 借了三百万给他 倔强的惠里逼迫几本说出钱的由来 之后一怒之下 感觉被同情的惠里找到了修二 把钱还给了他 修二的事业和家庭都发展得这么顺畅 惠里忠心为他高兴 但他不要修二的这种同情 修二面露苦涩 事业确实顺畅 但家庭已经快分崩离析 两年以来 修二太过于投入工作 没有兼顾好家庭 导致整天独守空房的蔡穗子 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终于有一天 他在回家后 看到蔡穗子倒在了厨房里 他在医院醒来后 说他和修二结婚的两年里 心从未在一起过 表达了结束这段婚姻的决定 而在惠里来找他之前 他就刚刚签好了离婚的协议 第二天 惠里开出租经过 看到了中田道夫 也就是修二父亲的个人画展 好奇之下进去参观 还发现 这是修二为他父亲举办的个人展 眼前的这幅画 就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幅画 所以修二最近发生了许多事 并不像惠里想象中过得那么顺畅 于是他想约修二 去老熟人山本老板的咖啡店坐一坐 但现在的修二没有这个心情 几天后 惠里打电话到公司找修二 发现他已经几天没去公司了 人也不在家 不知道去哪里了 蔡穗子约见了惠里 没有责怪的意思 但他和修二的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 修二曾经许诺 要努力给予他幸福 但真正的爱无需努力 而是自然的互相吸引 互相成就 修二去了父亲画最后一幅画的地方 重新拾起了他的相机 而惠里也与他想到了一起 做着最感兴趣的是 修二一改往日的颓丧 充满了活力 在这美丽的小镇四处游玩 体会了久违的工作以外的快乐 玩了一天 两人本想坐最后一班列车回去 但前方道路遇到了山体滑坡 预计要一天的时间处理 于是被迫无奈 在当地的温泉旅馆住下 两人各自睡在自己的房间 中间隔着一道薄薄的门 让两人想起了 最开始相遇的那间破旧公寓房 因为实在隔音太差 对方无论做什么都能听见 可以听的 不可以听的 全都能听见 真的好怀念 于是回去东京不久 惠里就拉着几本帮他搬家 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几本猜了个大概 知道惠里在想什么 也许内心是有某些期盼的 但惠里确实没想到 修二也与他想到了一起 也搬回到这个公寓 更让他惊讶的是 修二把公司都关了 打算重拾多年的摄影梦 29岁才追梦 也许有些晚 但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 毕竟人就一辈子 于是 修二惠里又走到了一起 修二一边在工地打工 一边坚持摄影 工友们还挺配合他的兴趣 惠里回到咖啡馆工作 下班就接修二回去买菜做饭 简单又充实的生活 过得倒是很快乐 看着修二拍摄的一张张照片 惠里打心里觉得他拍得很不错 但成不成名 修二没有想那么多 惠里很感谢修二帮他还清了负债 但也导致现在积蓄不多 惠里偷偷把修二的作品 寄给摄影杂志 意外的收获惊喜 虽然只是佳作 但也未尝不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只是到了颁奖现场 发现这个奖项比较偏业余 最后的优胜奖 还是一名小女孩获得 会后 修二去看了所有获奖作品 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驻足在他的作品前 而惠里像有预言能力一般 在店里跟山本老板讨论 猜测修二还没回来 会不会给某个大佬看中了 没过几天 修二真的就接到知名摄影师 石泽精的邀请 做摄影助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本想答应 可是想到一开始的摄影助理 收入很低 生活开支的压力 就会全部压在惠里身上 惠里让他放心去 他会再找一份兼职 千万不要因为他的原因放弃 修二答应了 开始了他的助理之旅 然而 惠里所说的超市兼职 其实是夜店的陪酒 他实在是想帮修二 让他全心全意地追梦 要不是帮他还了三百万的债务 修二也不至于有顾虑 然而 他所住的地方圈子太小 修二很快就知道 惠里所谓的超市兼职 是骗他的 惠里表示 会保护好自己 没必要过于担心 两人谁都没有说服谁 于是 修二在惠里不知情的情况下 辞掉了摄影助理的工作 当天晚上 惠里在回家的路上 还在考虑 要不要听修二的 去辞掉夜店的工作 看到了因为喝醉酒 与别人起了冲突的清水 惠里不敢相信他成了这副模样 清水半醉半醒 也不敢相信面前真的是惠里 惠里对清水这个 与自己一有恩又有情的人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害怕他出事 惠里只好守了他一夜 而家里的修二 也等了惠里一夜 惠里轻手轻脚地回来 还是被修二发现了 但修二也没有说什么 选择了相信他 惠里决定辞掉夜店工作 一切好像回到了往常 然而 在听山本老本说 最近有人在工地 又看到修二时 惠里不淡定了 于是他打电话 给石泽经确认这个消息 惠里意识到 他的存在 是修二追梦路上的一个阻碍 他的舞蹈梦 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没实现的可能 现在对他来说 修二的梦就是他的梦 如果自身的存在 是阻碍的话 惠里决定离开 惠里对修二坦白 那一天他没有回来 其实是在清水家里过夜了 变相承认了自己背叛修二 他很清楚 如果不这么说 修二一定不会放弃他 在这之前 他已经求石泽经 再给修二一次机会 而之前 由修二提案的 第三世界战争儿童的调查计划 也通过了 如果修二愿意回来的话 表示还是可以带上他 只是这么一来就要出国了 但惠里还是很坚决的 帮修二做了决定 于是 就有了在修二面前的这场戏 清水 也以为惠里可以回到他身边 结果 也只是一厢情愿 已经打包好行李的修二 刚准备把这张樱花树下的 惠里照片也带走 但来自石泽经的催促 又让他放下了 看着研究当地地图的修二 不知道他们已经分手的石泽经 叮嘱他要努力 那可是他的女朋友 低头了许多次 他才答应 惠里回到修二空空如也的房间 看到了那张留下来的照片 眨眼又过了十个月 清水因为惠里的鼓励 重新振作 惠里又干起了舞蹈这一行 虽然不太能跳了 但还可以教教小朋友基本功的 清水早已离了婚独自生活 现在决定到惠金的医院工作 他邀请惠里一起过去 但看惠里的反应 清水很快表示 只是打去 惠里其实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一直留在这里 不过是还想等修二回来吧 然而 这栋老旧的楼房就快要拆了 再舍不得也要离开了 惠里想了许久 决定跟清水一起过去惠金 在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的第二天 修二回国了 虽然只是回来几天左右交接工作 但又让修二惠里两人再次相遇 惠里开玩笑地以为看到了幽灵 修二也没有想到他又做回舞蹈这一行 而且还住在这个地方 惠里顿了顿 告诉修二公寓要拆了 山本老板的咖啡店也要关了 最让修二遗憾又无奈的是 惠里要结婚了 对象还是那个熟悉的清水 修二表示恭喜 惠里转身离去 这段感情好像就要迎来这样的结局 没过几天 山本老板打电话给修二 希望能在店里关张之前 让他在这里开一场个人的影展 修二之前拍的许多街坊邻里的照片 希望能在离开前给这个地方留下纪念 而这也是惠里给他最后的礼物 修二没有问题 把所有照片都搬了过去 还特别跟惠里 要回了那一张樱花树下的照片 这天咖啡店从未有过的热闹 许多人在这里 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一张照片 那一张张定格的时光和回忆 清水也来到了这里 修二与他也是许久没见 简单寒暄寒暄 他看到了那张惠里的照片 影展结束 清水催促他们该走了 惠里与大家一一道别 特别是修二 这一别恐怕就再难相见了吧 次日是修二再次出国工作的日子 山本老板打电话给修二 说忘了还给他一样重要的东西 那一个他保管了七年的戒指 惠里与清水离开前 想要最后去到那个老地方看一看 惠里突然发现 忘记把五房的钥匙归还 清水只好在原地等待 抱着在离开前 看看老地方想法的还有修二 但修二的出现让清水大为警惕 他希望修二可以祝福他们 不要打扰他们 他自信可以给惠里幸福 修二只想确定 这是否是惠里真实的想法 清水表示 这是惠里在他回来之前就做的决定 修二只能死心离去 看到这一幕的惠里 也不知道什么心情 修二坐出租车前往机场 清水与惠里前后脚也坐出租 前往列车站 在出租车上的修二 看着这七年前就买下的戒指 当年他就因为赌气没有送出去 难道这一次也要认命吗 身旁突然变得沉默的惠里 清水也察觉到了危险 让司机的速度再快一点 修二即将要上机场高速时 执意要下车 导致差点被追尾 下车后的修二一路狂奔 想要在惠里上车前 最后再争取一次 可是跑得再快 始终跟不上已经出发的列车 然而 就像蔡遂子曾经说过的 真正的爱 无需太过努力 只需要自然的互相吸引 当他在地上喘气时 突然看到惠里在他眼前出现 原来惠里还在 也许他也不想再错过 修二终于为惠里戴上了 这枚等了七年的戒指 这部剧后半段为了制造各种分离 所以安排的情节实在过于的刻意 有点过于未复心词强说仇的意思 最后 修二在出国前 惠里给观众撒了一波狗粮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部剧的情节相当切提 男女主角的几次重逢 都以邂逅的形式发生 可谓对缘分最好的诠释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深刻相爱 分开后都经历了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放弃理想的痛苦抉择 之后变成了永远顾虑太多的成年人 但是奇迹般的爱情居然没有消失 无论怎样伤痕累累 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对方幸福快乐 这部剧的好处是他没有试图去构建一个爱情童话 男女主角放弃过 绝望过 在生活面前不堪一击过 但最后的最后 他们还是希望与对方一起去面对未来 当然 换一个角度看 与之相对的就是配角的惨淡结局 最可怜的是医生 明明求婚成功 明明女主角都到车站了 却在最后一刻被放弃 现在看来 这是一部节奏很慢的爱情剧 大把大把的时间都交给了心理活动 这是她的弱点 很可能会有人不耐烦 但也是她细致入微 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 片名邂逅取得很好 以邂逅爱情为疲 以感悟人生为谷 交织在一起 编织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好剧 好了 你喜欢的话 就点赞转发支持一下吧 你们的支持是频道一直更新的动力哦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见不散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